大家好 我是珊姆·梅雷迪斯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预测播报 今天我们要预测的货币队是欧元对英镑 与我联系的嘉宾是 Worldwide Caracies公司的外汇市场高级顾问 约翰·雷德福 在布鲁塞尔欧元区分会上 经历三个金融资助方案之后 欧元区的货币是欧元对英镑 欧元区国家与希腊达成了折中协议 这如何影响您对欧元英镑短期的汇率走势预测呢 我认为这个事件未必会对欧元的汇率产生积极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 欧元对英镑汇率会承受压力 在欧元区国家内部协调之后 欧元集团将会开始与债权人讨论 就新的希腊援助计划的谈判 短期内 希腊还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我们了解到 根据签署的协议 希腊将会进行新的改革方案 这将在周三进行希腊议会的审批 我认为未来欧元还是会继续承压 在美联储继续保持低利率的情况下 美元较其他货币继续走强 我认为短期内 欧元对英镑将会在0.70左右测试 即英镑对欧元汇率应该在1.43周遭 在国内需求增长强劲 英国经济上升的情况下 您对欧元英镑汇率中长期前景有何预测 虽然英国的进口数据 可能会对英镑汇率形成一定的压力 但我们继续预测 英镑对欧元会呈上升的趋势 或许欧元对英镑 三个月之后会在0.69水平交易 在我看来 关键水平仍然是0.70 如果汇率突破0.69水平下走 很可能我们将会看到汇率达到0.685 中期来看英镑对欧元肯定会占据强势地位 而欧元对其他主要货币 也会相比较的疲软 本周三 希腊议会必须要批准改革的新方案 这些是欧盟集团和解协议的条件的一部分 那么您对该货币队长期前景有何预测 我们认为长期来看 英镑对欧元还是会升值的 同时我认为 今年年底 欧元对美元将会达到平价 这是因为美联储将会上调利率 长远来看 欧元对英镑汇率会看跌 或许会下行到0.63水平测试 也可能会下跌到0.64水平周遭 约翰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